之前我拍过一个在日本万圣节制度 参与街道清早的食品 主要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疯狂过后的日本 但也就是因为我在日本捡垃圾这件事呢 被一些网友骂得很惨 那么我究竟为什么要在日本捡垃圾呢 想知道答案 跟我走吧 我现在已经穿上了这个组织的衣服 就召集各种大学生和其他环保人士 定期到街上举行一些这种捡垃圾的活动 像我的话是由先提前报名参加这件活动 然后你直接去现场这个什么都不用打 他们会给你发工具 因为日本马上就要换年号了嘛 所以他们把这次活动称为 平成最后一次的大扫除 当天参加的人非常多 这个红色的话是可燃的垃圾 是某一个鼓鼻 然后绿色的带着他们说是装不可燃的 虽然是在街上捡垃圾 但他们对垃圾的分类呢 还是比较注意的 就是大家捡的在各自交换 然后分类一下 而且我发现还有很多 妈妈带着小孩一起来参加 然后我们简直简直就发现前面人区有一阵骚动 我改门冲向前去一看 瞬间紧待了 我怎么这么好笑 我已经笑到不忘了 其实这几根就是前段时间在网上讨论挺热烈的那个捡垃圾的日本武士 没想到竟然被我偶遇了 因为特别中二 不特别有日本特色嘛 所以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我发现捡垃圾的人群里面除了有日本人 还有一些欧美外国人也参加了 当天刚好有个一年一度的彩虹游行 结果就正好在路边碰到一些准备去参加的人 然后我就冲下去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好像都是一尘不染的 但其实像下面这种状况也是蛮多的 烟头特别多 对烟头特别多 正好是无一长假 很多人会来日本旅行 然后他们跟我说在日本都找不到垃圾桶 不知道怎么丢垃圾 于是我就去问了一下负责人 在日本该怎么会正确的丢垃圾 在限个西方丁的人 在日本的外科上支出手袋 在访划接着量付出手袋 正在公的外店 很深的印象 年輕人都不放棄 真的不放棄 每日結合 每日結合 安全第一 危險 小心 我感覺這樣的活動作為他們的初衷 其實也並不是說今天一定要撿到多少垃圾 可以做成多大事 而是說想要給大家換起一個環保的意識 我真的覺得也是挺好的 那作為我自己的話呢 我也是想跟他們講 就是其實現在咱們真的來旅遊的時候 我們已經越來越注意這個事情了 就是說也希望他們不要存在那種偏見 國外有些媒體時不時就會報道 中國遊客亂熱垃圾啦 隨地吐殘啦 blah blah blah的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告訴那些跟我一起 撿垃圾的日本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 就是我們現在中國年輕人真的很注意了 不會出來垃圾 不要一出現有什麼不好的現象 就怪罪到我們頭上 雖然我自己的力量很小很小 但是即使是改變一個人也好 就可能稍微給他有一點改觀吧 我也希望他們不要再有這種忽悠影響 在我們生活在國外 有時候真的不僅僅是代表我們自己 更多的時候呢是代表著我們背後的符號 其實在日本生活的人應該很有感觸 因為有各別華人不遵守規則 甚至是鬼怪房屋 所以後來很多留學生群體很難看 也有各別人分期買手機不還款 導致後來很多人他們的申請都很難通過 這個真的不是大話 有時候一個人的行為真的會影響到 社會對於這整個群體的判斷和評價 就算還是有人罵我吧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我還是會去堅持我認為對的事情 現在正好是五一黃金周 來日本旅遊的人應該會很多 我希望可以借這個視頻給大家 一點點正確丟垃圾的建議 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可以通過的努力消除 那一點點的物件 真的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如果你們支持我的話 請一定要給我一個轉發評論點讚 請特別關注一下 特別關注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